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我们继续刚才我们的这个话题啊 关于一岁以后宝宝的一些营养食品健康 那么之前呢Cashwin都介绍了一下 要多喝水宝宝减少便秘 而且对于给坚果食品要比较注意 比如说像nuts这一类的花生呢 可能会引起宝宝一些窒息 那么也要小心为上 那么那对于一岁以后的这些宝宝的营养健康 那Cashwin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就是从这营养的角度上讲呢 我们主要还是强调这个少吃多餐 饮食均衡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会讲到像在日晒方面 所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那么大家都知道 就是这个维生素D 对于宝宝的这个骨骼发育 是起到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小的这个一岁以下的这个小宝宝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经常 暴出去晒一晒太阳 那么其实呢是因为一岁以下的这个宝宝 他的皮肤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我们卫生部是建议 在一岁以下的这个小宝宝 是不适合 就是直接日晒的 那么到了孩子到了一岁以后 一岁到两岁的时候呢 那他们是可以就是说晒晒太阳 那么在夏天 大家知道新西兰的这个紫外线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么在夏天呢 通常我们是建议 如果小孩子是需要晒晒太阳 那就是比较短的时间 但是最好是在早上十点钟之前 或者是下午的四点钟之后 那么在冬天的时候呢 那么宝宝的这个日晒的时间呢 这个这个可以适当的这个延长一些 就不像夏天 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方面 有这么这个明确的这个限制 那么另外就是说 关于我们知道 一岁之前 我们有些食物是不能给宝宝吃的 那么对于一岁以后的宝宝 那么对营养师方面 您有些什么建议 有些食物或者是饮料 也是不能给宝宝的吗 对 可能大家这个都知道啊 众所周知的 就是在这里给大家简单的提示一下 像比如说含有酒精的 有时候家长可能会说 这个宝宝要不要尝一尝啊 但是呢 我们是建议在宝宝 这个一两岁的时候 就是对于小孩子来讲 是不要给他含有酒精类的这个饮料 还有咖啡因的一些饮料 像比如说茶呀 咖啡呀 还有一些所谓的这个能量饮料 那么这些都是不应该 就是给这个小孩子喝的 另外呢 像一些fruit drink 就是果汁饮料 还有这个果汁 还有一些软饮料 比如说像各种各样的汽水啊 还有这个可乐啊 那在这里是非常多的 那我们也是不建议给小孩子喝 因为一方面呢 就是说这一类的饮料 不会给孩子提供任何营养 但是呢 它就是所提供的就是有很多糖分 那么这样 那这个对于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是没有帮助的 反而会就是说 增加他们以后 所出现一些饮食方面的问题的这个风险 所以这一类这个饮料 或者说是这种液体也是不建议给孩子喝的 那观众 之前朋友们 如果你有一岁到两岁 一岁到两岁之间的这个宝宝一定要小心啊 我们之前刚才提到的咖啡 茶 酒精 还有一些果汁软饮料 都是不能给孩子的给的 等到两岁以后了 对像果汁饮料 通常我们就超市里会有卖 如果宝宝的确是想喝一点的话 通常我们是建议要把它稀释一下 秀秀你觉得呢 对对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小朋友去个party 大家过生日 大家都要喝这种peer pressure 他对就尽量给他稀释一下了 就是说 就是这些就是尽量少给了 其实他两岁以后也是要少给 对 而且尤其是那些果汁饮料 还有那些软饮料 其实对宝宝的牙齿也有很大的影响 没错 对这一点非常重要 你看牙医给我们的建议是 就是尽量要少喝这些糖分的东西 没错 那另外这些我们就提到了 就是一岁以前 那些所有的调味品 包括什么盐啊酱油糖 我们都不能给宝宝 加在他的食物当中 对 那么对于一岁之后 对于这些调味品的这些建议 大家营养师有些什么建议吗 通常就是一岁以后小孩子 他们的食物也是不需要额外加盐的 可能是有时候作为这个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是我们觉得 可能我这个小宝宝 他是比较喜欢 跟我一样比较喜欢吃有味道的食物 但实际上小孩子来讲 他们是不需要在他们食物中额外加盐的 那么如果孩子这个时候 已经基本上跟家里的这个成员 吃这个类似的食物 那怎么办呢 他们通常我们建议 在你做菜的时候 先不要加盐 不要加辣椒 这些调味品 那么煮好之后呢 可以先把宝宝的这个 他需要的这一份呢 先把它添出来 然后呢 剩下的呢 然后再进行这个调味 先生你觉得 很好的建议 因为我有试过放辣椒 宝宝被拉哭了 那大家就是听这个Catherine的建议啊 我们可以炒完之后先盛出来 盛出来之后再放调料品 这样家里人也可以享受 宝宝也能吃得更健康 那些妈妈做不到 那你就要去考虑 你现在是因为要考虑到 宝宝的营养健康为主要 是吗 OK 那有些问题也是想 今天趁这个难得的机会 能请到两位营养师 问问两位营养师啊 第一个就是说 很多妈妈走到我面前说 我的孩子特别不喜欢吃蔬菜 水果可能还好 有点甜味 蔬菜是极度不喜欢吃 那么想问问两位营养师 有什么好的建议 可以让他们多吃蔬菜吗 因为大部分宝宝就说 其实我的我就知道 就喜欢吃肉 喜欢吃奶制品 他们喜欢 但是对蔬菜真的是有点进而远之 对啊 这个就是非常一个普遍的问题 对啊 就经常听父母说 当然我觉得 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好的建议 但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 你在家里 家里人一定要吃 就是孩子看嘛 所以有的爸爸说我都不吃 然后你怎么能指望你的孩子也是 就是我们要做个模范 另外一个有可能就是 做的时候要花一点心思咯 有可能把它做得比较隐秘一点 比如说你和到你的饺子馅子里面 然后做个包子啊 然后馄饨之类的 因为有时候就说 小宝宝 他有时候他很喜欢 你做事情的时候参与 比如说你准备的时候让他参与 然后就说宝宝 你可以帮妈妈尝一下吗 然后就说那尝 然后他会觉得挺有意思 或者做成不同的那种卡通啊 对就是要花一点心 心脏 而且就说你要不停的试 就像中间前面说的 五次 十五次二十次 一定不要放弃 然后就说有一天你的心思会 会得到一个好的回报 对 的确是的啊 这个家里的这个环境 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家里每个人 这个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 可能这个宝宝 可能还有他们有这个姐姐 或者是哥哥在周围 如果大家就是对这个蔬菜 都显示出极高的兴趣 然后都显示出 嗯这个的确很好吃 这个小白菜非常好吃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我想宝宝也是 更加这个 有可能来接受 各种各样的蔬菜 就像宝宝小时候一样啊 他们还是需要很多的耐心 很多的爱心 真是这样 嗯嗯 那么我现在就是在 使用一个方法 虽然孩子大了 我就是做一个兔子的头套 嗯 然后我说谁 谁想做兔子 然后然后我们就一起 啃生的胡萝卜 还有把那些生菜 也是拌的沙拉吃 就是我们今天做一天兔子 哇 就是可能小时候 给宝宝一些比较有趣的 我们今天是老虎 世界啊 没错 我们今天是老虎 我们就吃肉 我们今天是吃兔子 我们就吃菜 嗯 今天主要也觉得很好 非常好啊 嗯 非常让宝宝非常这个 有兴趣啊 对对对 让孩子非常感兴趣 对 好的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他们想问 就是说 很多我听到妈妈说 会给孩子加一些 像鱼油啊 或者是这个牛出乳片 这一类的 就是有更多的 这个维生素的这种 tablet 那咱们问就是说 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 这些tablet是需要吗 就是有什么建议吗 对一个种营养的补充机 我是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给宝宝提供一个 均衡的饮食 然后他要吃各式各样的食物 然后呢 又有这个家庭医生 或者是plunkiness 所以他们的身高啊 体重都很正常 然后我觉得这些是没有必要的了 除非有时候我知道 有些宝宝有可能有些特殊的 那种健康状况的话 他有可能需要一些特殊的营养 那么这种就是例外了 但是我就说 如果你要鼓励健康饮食 然后就是少量多餐 长得又好的话 我是觉得只好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有时候 你添加这些补品 他的那个 这些营养素含量特别高 那么这个宝宝真的成长 发育他的脏气 有可能还真的没有这种排泄出去 有可能还会发生中毒 这些有些危险 所以的确是这样 通常我们是认为 如果孩子就是说 吃比较均衡的饮食 然后像四大类食物 像蔬菜水果 这个碳水化合物类 奶制品 鸡鸭鱼肉 这种蛋白之类 如果他们能有一个 非常均衡的这个饮食 像这个秀秀刚刚提到的 然后他们的生长发育良好 没有其他的像一些疾病 其他的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 通常我们是建议 就是说孩子的营养 应该是从食物中来摄取 但是如果您的确是担心 怕担心宝宝 在营养方面出现一些失衡 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 那我们会建议你 去跟这个plunking nurse 或者是你的这个家庭医生 进行咨询 如果说 比如说孩子有些食物过敏啊 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你可以就是说 请你的家庭医生 转整你到这个儿科的 这个营养师 他们会提供更加专业的这个建议 好的 那谢谢两位营养师 那么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华社福中华文化 假日接训团 那么从2015年的 1月6日到1月23日 活动时间是周一到周五 每天早上9点半到下午3点 华社福呢会举行 中华文化假日接训团的活动 课程呢是非常趣味多样了 精彩天天不同 为孩子们准备了国画 书法 武术 手工等丰富的课程 并且还会带孩子们一起去游泳 游乐场一些有趣的户外活动 让您孩子在愉快中体验中华文化 并且接受艺术熏陶 培养坚毅的性格和团队合作精神 那么地点呢是在我们华社福文化学院的 Pamil分院 地点是 地址是22号 Clifonton Court Pamil 欢迎呢有8到15岁的青少年 各族裔的青少年都可以报名参加 并且能用中文进行简单的沟通 活动和课程是免费的 报名电话呢是华社福的总部电话 095701188 5701188 谢谢大家 也谢谢两位营养师Cashlin和秀 进行